2022年港者冠軍林玉慧,樣子漂亮、身材正 但因為參選之前,大爆曾有五位性伴侶 因而被封為新一代性女 其後又傳出他因為不符合港者形象 沒有被邀請加入慧妍那集 亦有傳他性感現身富豪飯糕 他低調做慈善一年後,今個月再復出 同一群一線藝人現身馬場TVB杯,依然備受公司重用 日前他又出席莊斯明的生日派對 和大馬拿督千金、莊斯明和莊斯華擁抱合照 可以見到,他已經令替新圈子重新出發 阿嬌在今個月初 和阿薩完成十四場紅館演唱會後 原來已飛去外地旅遊 他最近上載了多張去沙特阿拉伯旅遊的照片 馬上吸引了1.5萬粉絲留意 照片中,他穿著充滿異國風情的貼身裙 又大膽地玩滑翔衫 不過,仰眼裡的網民便發現 今次阿嬌是同同姓墨友,皇府姓華同行 而皇府姓華亦不被嫌 在社交網站分享了在沙漠拍的照片 87歲富商趙世珍 曾與美月混血兒model Terry Holiday拍拖 還在1993年生了一個兒子 趙昔正 但在兩年後 他與趙世珍正式分手 不過,原來他在去年已經離世 而他的家人在2月5日開始專業 向他的朋友宣告這個不幸的消息 說他在去年12月27日在香港逝世 眾年55歲 他的家人也安排在以色列植樹來紀念他 還邀請他的好友秉承為之 向專業的慈善機構捐款 今天是元宵佳節 也是李隆基連續第四天來探望未婚妻王青霞 不過,他今天就一反常態 面色凝重,不接受傳媒的訪問 基哥,今天心情如何? 可否說心情如何? 在大約早上10點的時候 有警務人員就對附近偉拍的車輛鈔牌 當眾包括李隆基的座駕 基哥,元宵佳,剛才有沒有很多話題? 沒有 剛才和Chris有沒有說一些特別的說話 今天元宵佳節? 沒有 沒有 今天有說了什麼給他? 沒有 早點回去睡吧 你們都累了,不好意思 李隆基在今天離開大男女懲教所接受訪問時 有四個男女單車友到達 其中一個身穿黃色上衣的單車女 走近記者身後舉起V手勢打卡拍照 被在場記者發現渴斥阻止 單車女件事擺立即離開 留下兩個單車朋友在現場 記者們向他們指出黃衣單車女 這個行為極不尊重他人 又無犯之意 拍一下他們 不要這樣 其實不是打卡的位置 你們真是 真是 互相尊重 真的不行 我覺得你們 對,互相尊重 另外單車男試圖解釋誤會一場 但依然沒有就事件向在場人士致歉 就踩單車離開 踏入2024年之後 鄭秀文似乎狀況恋恋 繼上個月和朋友去北海道旅行時 一上飛機就吐 鄭媽媽入院 到近日鄭秀文對眼意外出事 令人擔心 這日他在限時動態放出一張照 見到他左眼眼靶的地方布滿紅血絲相當客人 他表示前一晚竟然不將隱形胸罩清潔液 當成眼部卸妝油 因為兩個小樽有點像樣 又並臺放在一起 一時大二 幸好第二天對眼情況有好轉 鄭秀文也在另一條限時動態上發文表示 回家後馬上把這兩個相似的樽分開放 免得悲劇重演 大家都要小心 二年28歲的前無線藝人陳若霖 因為在東京奧運中訪問劍神張家朗而為人所熟悉 他曾被指身材平平無奇 但近年憑著努力健身身材以獲讚變零醉肉body 去年他曾拍片自爆在中環被男子偷拍裙底 不過他似乎早已走出陰影 近日他去到日本拍大阪旅遊節目 陳若霖放出新照 相中陳若霖漫步日本街頭 畫面相當唯美 但他頭部前傾變烏龜頸 見得有些少陀背 不過整體仍然非常好看 62歲的杜德偉出道邁向40周年 日前在台灣開記者會宣布舉辦世界巡演 他的老婆也跟著來到台灣 杜德偉和24歲的老婆李竅兵結婚12年 有一個7歲兒子AJ 杜德偉說覺得獨仔有點孤單 希望能夠加把勁湊成個好字 他表示生完AJ第二年開始努力 都有去問醫師意見 現在就順其自然 但不會想試人工方式 他還稱讚AJ好色照顧人 深信AJ會是位好哥哥 杜德偉說和老婆都有做人共識 在農年的願望就是生第二胎 在去年4月結婚的蓮詩雅和陳家樂 今年2月24日 蓮詩雅就趁著元宵佳節 在社交平台上率先報喜 宣布懷孕 雖然沒有透露印期 但就寫上將會是一個Summer BB 還踢爆老公 對BB的最大期望 是要培養他喜歡曼聯 也由經理人公司代發回應 說很開心 終於可以和大家公布這個喜訊 來到2024 居然收到這份最大的禮物 很開心興奮 同時很緊張 希望一切順利 還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羅子日和陳之堯 近日出席無線新劇分後市宣傳造勢活動 他們劇中也有不少親熱戲 突破電視尺度 場面相驗 其實你現在看那裡 只是那場戲的 小部分 二十分之一 不是 整個過程其實是二十分之一 即是我們那些激情戲播出的事 怎麼那麼長 即是平時可能大家見到 點到即時的 公司那些就是嘴兩嘴 然後移過鏡頭 點到即時 即是現在你會見到整個過程 過程 所以變成我們演繹 對 是啊 有我這個遮位高手 對 其實我平時是不喝酒 即是一個不喝酒的人 咦 我也有叫你喝 但是他平時叫我喝我也不喝 即是演戲的時候 但一拍這些激情戲 無論有一場跟樂儀 有些跟樂儀 有些真的覺得 真的要在這麼多人面前 即是做一些這樣的事的時候 即是自己有時候 即是以前沒試過的 其實 即是沒試過整個過程 這樣被人拍下來 所以我之前都怎樣都 我都喝一點點 令到個人不要那麼清醒 去拍 否則我會覺得 即是太理智 那個人 太理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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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叫我 還有他很好 他就一直播 你喜歡聽什麼音樂 我說你選吧 他就一直播著一些很浪漫的音樂 就是這樣去拍 否則我今天進入不到狀態 然後你想想 又靜 然後裏員也都看著你 很多人 然後很多人 全部人都在 即是那個感覺 即是你很難 即是完全在對方 所以音樂是很重要的 是 莊魂程雖然已經突破四字頭 兼生了一個兒子 不過他的身材依然FIT到漏 甚至比起未生之前 身材更好 日程在IG上有派福利 雖然這一輯相 就不是什麼性感比堅尼 或者是半裸浸溫泉 但也相當具衝擊性 白色吊帶 牛仔短褲 加上燦爛的笑容 和健美身材 依然殺死了不少網民 在期待會兒 在期待 內容 入獄